为庆祝中秋佳节 由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 南海岸广场共同举办的 你好中国 看酒区黄河 听华夏故事图片展 于9月28日下午开幕 该展览由中国总领事馆 和国家旅游局主办 呈现了黄河沿岸的摄影之旅 展现了母亲和多样的景观 生态和文化遗产 南海湾广场作为文化中心 每年都举办许多 与中国传统习俗相关的活动 今年中秋节 南海湾广场也装点一星 张灯节彩 充满了节日氛围 而中秋佳节是家庭团圆时刻 吃月饼和赏花灯等活动 是不可或缺的传统 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 各种美味的月饼 还展现了来自国内 其他城市的旅游图件和纪念品 让人们深刻地了解 中国的多元文化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郭少春总领事 在贺词中不仅表达了 对海外华人的政治祝福 还表现了对中美旅游业 互通互联合作共赢的希望 我们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活动 向美国人民来介绍中国 来推荐中国 来促进两国的人员往来 因为两国的民间往来 对于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具有独特的作用 这次活动不仅是庆祝 中秋佳节的开篇 也是促进文化交流 与理解的桥梁 南海湾广场的装饰和活动 将持续至10月1日 不少商家也趁此机会 推出促销活动 为当地社区提供了 亲近中国文化的机会 也希望进一步加深 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凤凤华卫视 皮奥瑞 田野 洛杉矶报道